遇上任後積極發展高雄 除了找來多位名人代言 更主打愛情產業 用觀光帶動人潮進高雄 很期待在觀光裡面 我們不僅能加好的元素進來 要找好的觀光元素 高雄可以跟姐妹市釜山取經 釜山去年前11個月 觀光客人數超過228萬人 今年來更推動許多新點子 主打步行城市 打造出沿海步道 成為釜山新景點之外 也把腦筋動到城市地標上 釜山重要地標的廣安大橋 平常總是車水馬龍 政府打算反其道而行 未來每個月一次 廣安大橋將只開放行人通行 想法十分新鮮 而每年10月能一睹廣安大橋的岸邊 更吸引數萬人觀賞煙火秀 搭配橋深的燈光更是絢爛 但釜山政府的點子可不止這樣 情侶漫步沙灘 美麗海景盡收眼底 這是釜山的知名景點 海雲台 除了浪漫氛圍 每年1月會有數萬人 不畏寒冬穿著泳裝下水 這是海雲台的特色慶典 北極熊游泳大會 而說到釜山觀光可不能漏了它 跟小王子一起俯瞰五彩繽紛的小房子 城市貧民窟的乾川洞 如今搖身變為熱門景點 政府改造的巧思讓人驚豔 此外每年舉辦的釜山營展 早已成為亞洲電影界盛世 更創造高達32億台幣的附加產值 期盼同為海港城市的高雄 在力拼觀光與經濟下 也有機會成為新一代國際觀光大臣 記者綜合報導